大家好,我们本节课来介绍CSRF漏洞Token防御 课程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将对漏洞修补逻辑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我们将对简单代码模型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我们将介绍生成Token代码 那么第四部分咱们将使用Token进行CSRF漏洞防御 那咱们首先开始第一部分漏洞修补逻辑分析 咱们CSRF漏洞的实质上是服务器无法总确判断 当前的这个请求是否是合法用户的自定操作 因为咱们用户登录之后 服务器就会设置对应的Cookie进行身份验证 验证之后就可以执行对应操作 而存在CSRF时咱们用户再点击了构造的CSRF POC 那么点击之后发送对应的请求到服务器 服务器接收到Cookie 因为咱们用户已经登录了 那这时候Cookie会随着请求一起发送到服务器 服务器确定了它是一个合法用户 但是并不能确定它是用户自己操作 还是用户点击了 POC执行操作 而使得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了CSRF漏洞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需要进行对应的身份验证 那么咱们通过Cookie已经无法执行对应操作 那这时候咱们就需要给予登录的合法用户一个唯一的合法令牌 在每一次操作过程中 服务器都会验证这个令牌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就会执行操作 如果不正确的话就会停止操作 或者弹出对应的提示 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将给予的令牌写入表单的隐藏域的value值当中 随着表单内容的提交进行提交 那下面咱们对对应的简单代码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咱们要有一个登录界面login.pap 那么如果登录成功的话就会执行操作 可以执行登录后的真伤改查 那么这个过程中咱们执行这些操作 都是要提交对应身份验证之后的cookie值 有了这个cookie值才能进行操作 否则咱们连第一步简单操作都无法进行 那么如果说没有登录而直接执行对应的操作 那这时候就会自动跳回到登录界面 或者给出其他的提示 那么远程构造的CSF 利用poc 那么通过这样的过程就会直接中招 它构造CSF发送给已经登录系统的用户 用户一点击 cookie会随着请求自动发送 身份验证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执行的操作没有进行第二次验证 而执行了poc构造的这种操作 从而造成CSF漏洞 那么如果利用在增三改查中设置一个唯一令牌 那么执行操作时只调交令牌才能操作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CSF 因为这个令牌是唯一的 只有用户登录之后 在绘画当中设置了这个绘画令牌 并且在表单的这个隐藏域当中 每一次输出当前的这个season 当中的user token 这个token值也就是唯一令牌 那么表单提交过程中 就会将对应的这个唯一的令牌 进行提交 从而验证与绘画当中的令牌 是否一致 一致可以操作 如果不一致的话 那就不执行操作 给出咱们对应的提示内容 因为这个令牌是登录唯一的 就无法进行对应的构造 而且在用户登录的每次页面当中 这个表单的heighten 这个隐藏域 value值 都设置这样一个令牌 那么正三改查部分 咱们将令牌进行提交操作 进行验证 一般情况下 咱们除了可以在token当中进提交 也可以使用对应的cookie 其他的内容都可以进行提交 那咱们下面就来介绍 如何生成一个唯一的token 并对其代码进行分析 首先咱们这个token作为识别操作的 这样一个需要很大机密性的这样一个数据 咱们一定要确保当前的这个token一定是唯一凭证 那么需要设置为一个复杂的并且难以破解的内容 例如这里咱们给出PGP生成token的一个简单代码 可以看到它是定义了一个函数generate token 然后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个 研这里这个研就相当于一个随机字符串 然后我们再将它拼接到一个当前日期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这时候就生成了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么字符串通过咱们对应的这个MD5函数进行加密 就会生成对应的MD5加密字符串 然后返回对应的字符串 在这里咱们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稍后将给大家演示 那咱们编写完函数之后 就可以调用函数来查看咱们当前的这个token值 下面咱们来进行演示 首先我打开对应的编辑器 我之前已经编辑好 我们这里输入YMD Ctrl S之后我们打开浏览器 回车 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token值已经不发生变化 我们在实际情况下 应该每一秒当中生成的这个token值都应该是一个唯一的 那如果这样情况下 咱们生成token值都一样 那就没有任何防御的措施了 起不当这种防御的效果 那这时候咱们可以回到代码当中进行查看 首先Date这里是一个这个拼接的字符 Date YMD就表示对应的这个生成的提取的日期是YMD 表示年月日 那这时候我们在当天进行操作所有的这个token都一样 那为了咱们这种唯一性就需要设置为对应的时间秒分和秒 使得咱们生成字符串是不断变化 并且唯一咱们将这个格式复制出来 然后粘贴到这里 Ctrl V Ctrl S 然后我们这时候开始刷新 刷新 刷新 我们会发现每一秒的这个token值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就达到了一种唯一性 并且每一次请求都发生变化的这样一个token 那当然在这里大家可以将这个hello替换为任意的字符串 尽可能复杂并不容易被破解 而咱们这个hello可能是比较容易破解 我们比如说数一些内容 这样一些字符串的话 那这时候生成的这个token就不太容易被破解出来 因为咱们加上当前的这个时间 然后加上这个字符串的话 如果是hello那很有可能被破解出来 如果特别复杂的字符串 那这时候就不容易破解咱们对应的这个token 那么以上是咱们生成token的这样一个简单代码 那下面咱们就来介绍使用当前的这个token进行csf漏洞防御 首先咱们给出防御的这个步骤 首先登录验证之后就会在对应的season这样一个绘画 变量当中yuda token这个变量当中保存当前生成的token值 那么咱们登录之后就可以在后台进行操作 咱们在真三改查操作的这个表单当中添加咱们对应的隐藏欲 并将它的位置设置为对应的这个生成的token 那这时候咱们用户进行操作时就会将当前的token进行提交 从而进行验证 验证成功之后才会进行操作 否则就会弹出非法操作等等 那下面咱们进行简单的代码演示 使用咱们这个token进行对应的验证 从实践当中理解token防御csf的过程 下面咱们来进行演示 首先我回到代码编辑器 这里我们定义了生成token 那我们需要做的是生成一个html 之后咱们body hand 然后我们title 设置一个标题 先把它的编码设置 meta xset utf-8 然后这里的title是csrf-token 然后我们这里设置一个标题csrf-token 这里我们写一个最简单的代码 首先我们设置一个标单 form 之后我们action 提交到当前的这个界面为空 之后method 等于一个post 通过post进行提交 之后input 这里我们直接把heiden 设置 然后name 给设置为user token 然后它的value值 就是咱们通过pap代码生成的这样一个token 可以在这里生成对应的token 当然你在登录之后 这个token一定要注意 token 输出对应的token值 在登录之后 咱们就需要开启对应的绘画 我直接在这里进行开启 生成token 生成token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将这段注释掉 我们在这里 生成一个 这个signid 我们需要 这里 se season start 开启绘画 这是必须咱们 书写的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将对应的这个 usern token 保存到咱们对应的 这个signid token当中 多了 然后这里是user token 这时候 咱们将对应的token值保存到这个signid 当中 signid user token 这个内容当中 那这时候 咱们执行操作的过程中 都要将对应的这个token值进行提交 这里 咱们进行这个设置 input submit name submit value 提交 这里 咱们给它输入一个其他内容 这里 咱们直接输入一个test吧 我提交了 给它一个test 然后进行提交 这时候啊 咱们表单的啊 这个含义就提交啊 一个test 文本文档 并且提交了啊 对应的这个token token是在这里生成啊 token是在这里生成啊 signid user token pip 右键啊 然后咱们使用啊 这个编辑器打开 之后啊 咱们属于php time gem 这里不能补全 问号pp 之后 咱们首先 开启啊 这个season season start 咱们必须啊 开启绘画之后 才能使用 if 咱们当前啊 的这个season 当中的啊 token 等于啊 咱们提交的啊 这个内容 咱们提交的啊 这个内容用 post user 我们来查看一下 提交的啊 user token 多了啊 然后 user token 等于 咱们提交的啊 这个 user token 如果 如果他这个绘画当中的啊 user token 等于啊 咱们对应提交的 user token 那么就表明 咱们是当前用户提交的 咱们啊 将这个user token 放到这里 这时候啊 咱们输出一个内容 eco eco 恭喜 操作成功 successful吧 如果啊 他不等于的话 else eco file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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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啊 这是验证啊 token的啊 这样一个内容 当然实际情况下啊 它是用来执行操作的 这里啊 咱们generate token 咱们来进行查看 首先啊 我回到浏览器当中 我们同样啊 访问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们啊 进行查看 f12 查看啊 他的network 我们可以右键 并且查看他的啊 原代码 我们会发现啊 这里有一个啊 这样一个 user token 那这时候啊 咱们点击提交 那么啊 就表示successful 如果咱们提交的啊 这个token不正确的话 那么啊 就会出现啊 对应的这个错误啊 file 我们可以啊 在这里进行查看 只有啊 等于的successful 不等于file 那这时候啊 咱们构造poc的情况下啊 咱们可以将啊 这个内容 咱们右键啊 常开原代码 然后将这个原代码 给它复制出来 然后啊 在桌面啊 咱们打开 index.html 然后在这里 controlv 我们将啊 这条内容复制出来啊 要在这里 将它表单提交的位置 进行修改 我们提交到啊 这个位置下的check.pp复制 然后我们打开subline 然后 controlv controls 那这时候啊 咱们提交的这个token啊 和咱们原始的啊 这个sign token啊 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啊 咱们就进行poc验证 在验证之前呢 咱们回到原代码当中 之前 这里是一个 等号啊 实际上判断 是必须两个等号 一定要注意啊 这样的小细节 controls 然后关闭 然后我们回到浏览器当中啊 进行测试 我们这里啊 使用360浏览器 打开啊 这个poc index.html 之后我们查看啊 原码 可以看到啊 这是他当前的啊 这个token 我们也对原代码 进行了对你修改 让他输出 season当中的token 和表单提交的啊 这个token 下面啊 咱们回到浏览器当中啊 在这里我们 刷新一下啊 页面 然后右键啊 查看原码 那么他当前的token啊 发生了改变 那我们点击提交 可以看到啊 这是他的token值 那下面咱们回到index当中啊 然后啊进行对应的提交 在这里啊 使index.html 点击提交 这是啊 由于啊 咱们对应啊 之前提交过程中啊 具有这个season啊 我们删除掉 我们回到啊 这里 点击提交啊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啊 应该是360浏览器当中 啊 是在index.html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可以看到啊 这时候出现了啊 对应的fail 这是因为我之前提交的啊 这个season绘画都会啊 在咱们temp文件啊 这个加下面进行创建season啊 这个文件 我们也可以右键 然后打开进行查看 那么它实际上啊 就是保存咱们对应的啊 这个season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字符 它这里啊 应该是它对应的啊 这个内容啊 是在这里 我们在测试时啊 将它的啊 这个绘画删除 那这时候啊 开始在index.html 提交对应的啊 这个season的话 那么这时候啊 user.html 是和原始的啊 这个 这个user.token对不上 那这时候也表明啊 咱们这个csrf漏洞 利用失败 这个poc测试失败 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他提交的啊 这个user.token 和他这个season token 是不一致的 那下面咱们进行总结 首先通过本节课 大家要理解啊 咱们csrf漏洞 修补啊 这个token的逻辑 以及对应啊 咱们存在csrf漏洞的这个代码模型 以及咱们如何防御的啊 这个模型 那么大家在最后呢 要掌握生成对应的coken 然后以及利用token进行csrf漏洞防御 咱们根据代码啊进行对应的实践 让大家更直观的清楚的理解咱们token如何防御咱们对应的csrf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